到處貼滿特價標 臨時家電日用品商品 從地板堆到天花板 日本二十四小時營業的 連鎖商店唐吉賀德 台灣人到日本騷貨必廣 十一月也將在台灣開幕 人力銀行上刊登徵才廣告 開出三十三個職務 超過三百個職缺 正式宣告賴台插旗 唐吉賀德在台灣的一號店 據了解就落腳 在西門町西寧南路的 阿曼大樓一到三樓 過去這邊是由韓國 快時尚品牌來成租 退租之後 接下來下一個租客 很可能就是唐吉賀德 走進商場 木板隔間還在裝修中 本來就設置的電扶梯 也符合唐吉賀德 一到三樓的商場需求 有商場業者透露 預估月租金落在 六百五十萬元上下 那一棟大樓本身 在西門町商圈 它也是一個指標性的豪宅 他們原本要設立的地點 優先選擇的是東區永福樓的就職 可是因為其實當時 就是因為一些硬體設備的關係 跟前房東 還有整棟大樓的管委會談不攏 捕貨採買日系常備藥品 受到疫情影響 出國難 卻也催出日系藥裝居家百貨 業績成長 業者統計保養品保健品 酸痛貼銷量最好 札晃藥裝三月至今成長六成 台龍首創館五到八月 累出國和三倍券 催出百分之二十成長 還開張全新概念店 業績暴增兩倍 想飛到日本大採購 還有的等 但十一月台灣日系商店大戰 準備升溫 三區的李維生先出命頭的